大家好 我是陳如遠 今天來分享我自己在笑話這個領域上經營的一個進入異程 然後我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現在是生產系大師到生大五 我會演藝飯 因為我之前有去北京交還的飯 有做一些客行的秀王 所以要演藝 然後我是粉絲專業台大笑話王 生產陳如遠創敗人 你可以搜尋一下 我現在應該7.1萬讚吧 還在慢慢持續累積增加一張 然後我自己還有另外一個興趣就是 泡茶 我有一個茶醫師的證照 也蠻奇怪的 我有一個茶醫師的證照 然後我有一個瓶茶師的證照 所以我之前去北京的時候我有一次去討論 然後我是一個茶業品牌 然後解放茶道工的創辦人 其實這個品牌現在是藏管裝 對 沒有沒有那麼持續在經營 但是我有做了大概一兩年 然後我在學校的時候有參與百多活動 因為我高中跟大學都是熱舞社的 然後我自己平常要打戲來 然後我有加戲前衛 然後我曾經在兩家公司實行 都是新創公司 因為我就是創業蠻好興趣的 所以我當時在北京的時候 我在一家做茶藝的情況 就是要上一族一時期 可是現在倒完 然後 因為大陸的熱錢太多 反正就是有一些問題 然後台灣爸 就是我現在在實習的文字 也是台灣一間 滿有我們的新創公司 然後這是稍微像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整個消化網的經歷 我最早的時候是在我2012年 也就是我生大一的那一年暑假 在台大的新生書院的動態掌 去開始我的消化的這個興趣 然後從2012的12月消化網正式成立 一直到現在是2016年7月 我決定將我的圖文去做 就是將我的整個粉專去轉集 然後做圖文跟影片 那中間經濟的事情 我等一下會一一的帶過 好 第一個是動態掌 動態掌的時候 就是當時我在生大一場 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然後我就上台講笑話說 欸 因為小明說 他在小明眼裡算什麼 小明就說 欸 你是我的眼中病 然後就是 國父皺甘地的肚子 後來國父手又受傷了 為什麼 因為甘地是印度人 所以那時候 我在台上講一些笑話的時候 台下就是一直笑一直笑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發其他很多笑話 但是我又覺得說 為什麼笑話 這件事情 這麼有舞台的魅力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也許是一個未來可以發展的事業 但是 我那時候還不清楚 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我就看到一個粉絲專業 叫小明 當時他在2012年的時候 他粉絲大概就有十幾萬人了 然後第一個就是 我第一個笑話就是 小明叫小梅 把這個便當給合上 小梅就把這個便當拿去給合上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諧音 然後第二個是 小明去理髮廳 要找減思念 老闆說思念是什麼 小明說思念是一種病 對不對 當時我看到這兩個笑話 我就覺得 哇 現在有人自己想笑話 而且還把笑話 做成一個部落的文章 然後在裡面大概有二十幾個笑話 然後下面的留言 大概就是 蛤 怎麼那麼好笑啊 你整個年齡那麼厲害啊 我這樣其實就覺得 竟然有人真的做到 再來就是我今天上穿這件衣服 就是救客人一起嘛 這也是我一個恩師嘛 就是 當時我在上英文課 我大一十一月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跟我推薦這個粉專 笑話這樣 看一下就是 反正獅子就遇到三匹馬 就吃掉 然後馬祖說放棚一馬 獅子就抓兩匹馬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小明說 醫生說獅子怎麼放球 對 醫生說童醫師 小明說 欸我也喜歡童醫師耶 我也喜歡童醫師耶 所以當時我問 為什麼你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去說笑話 所以我就去開始解析這兩個專業 我大概抓了十幾個 最好笑的笑話下來 我去開始分析他會的邏輯 然後我就創有自己的粉絲專業 叫台大笑話網 生長成人 其實那時候取這個名字 真的是一種臭槓的概念 因為在那個年代 很多人會幫同學就是 去 什麼什麼公關 什麼龜龜龜 然後就是 結果發現這樣很爛的雙片 然後就是以他的角度來發文 所以當時取這個名字 就是這麼白癡 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當時就是 所以我一開始初期的笑話 都覺得是隨便不唱過人家 因為他已經是不獲之戀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八七怕人都沒笑話 也就是說 我當時在剛開始發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剛去學他的邏輯 所以我自己一開始想笑話的時候 其實不好笑 也就是我前面十幾二十幾片 我真的都是不好笑 雖然我現在也沒有很好笑 然後反正就是 我當時是用三個策略來 就是抓到我一開始的核心粉絲 第一個策略叫做各大戲版工業 也就是我那時候常常學到熱舞社 那台大熱舞社有很多很多戲的人會參加 所以我就叫我每一個戲的朋友 都幫我把我的粉專貼到人家的戲版上 那這個東西 他畢竟不是一個商業的粉絲專業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大概有十幾二十幾個 我就幫我貼在他的戲 所以我就累不及了 第一群的忠實的五百人核心用戶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們之後做的一些事也蠻重要的 就是一開始有一群人 他會很支持你自己的核心粉絲 他之後這群人帶來的 擴散效率是遠超過人的想像 所以第一個我用戲版的話 去找到我第一個五百人 願意看我的粉絲專業 第二個就是走校園合作路線 我當時有幾支影片 我就是找學生那些 在我年級之間很有名的證明 然後來跟我一起拍影片 那拍的那個很爛 有一個會照一個北英女的 然後就說 欸為什麼呢 反正就是我做了一些動作 然後說欸為什麼你的眼睛的視力那麼好 因為它是台北視力第一名 你知道嗎 然後我基本上你是 你說的是 而且女生也會喜歡看漂亮的女生 然後男生基本上 你影片的封面只要是證明 你就先按讚 我那時候就是用這個策略 就是吸引到成功 就是吸引到一些 本來是在看我粉絲專業的一些人 然後再來就是我用工房練習的方式 我當時就是上 我就是在上家教 我就拿我家教 我那邊有成語字典 我就抱著 然後我 因為我當時會改很多成語 比如說什麼 嗯 有年走一走一走 有年忘煩 就是有一個冰塊 掉到紙上盤 我那時候就會 去看很多的一些 就是成語 然後去把他解析說 他這個成語可以怎麼改上 或是 有八個 有一個女生生了八個小孩 八個嬰兒 然後八個嬰兒每天在吵架 他們是 但是唱歌很好聽 他們是八部合音 之類的 我已經講太快 反正就是 我當時是騎機車騎機騎我都在想 然後想到 我就在路邊停下來把他抄下來 我睡覺的時候我也在想 我睡前大概花個十分鐘想 然後如果想到 我就坐起來把他寫下來 而有一次我是做夢夢到我想到 可是我常常起來的時候 我忘記我想到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 才把他想出來 就當時我真的是 靠瘋狂練習 不斷地改上我笑話的品質 對 所以呢就在我 大概隔年二月的時候呢 我的相話品質 有很顯著提升 我是大一的那個十二月創 然後隔年二月開始提升 然後這時候 我又找到了一個軍事業 就是有一個人 他很愛在我的粉絲專頁下面留言 然後有個嗨嗨 然後他們都會好笑 後來我就找他 找他一起加入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互相切磋 我們兩個就每天都花時間 就討論 相話可以整個東西 就越來越好笑 所以我就找到 成功找到一些火 找到一個火把你跟我一起想 然後後來呢 我當時有個想法就是 一個人看到我笑話 可以少了三秒憂傷 那一萬人看到 這世界上就少了三萬秒憂傷 這其實是我當初一個 真實的理想 因為我認為笑話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有 可能有負評的東西 就是我跟你講一個笑話 即使你覺得不好笑 你並不會生氣 就我少數遇到 我們真的就是聽到我笑 覺得太亮就生氣 你這樣給我三秒 你這樣給我三秒 你這樣至少會有對 可是基本上百分之99.9 都會覺得 頂多就是 喔 我所以了 這樣子 然後就放了笑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至少它這是一個 可以正向臨地的東西 而且你通常聽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很有趣 就會願意去跟別人分享 那也許你當下心情 聽完我的笑話之後 你心情變好了 那你就介紹了你的憂傷 所以我當時是秉持這個理念 來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這是一個概念 就是譬如說一個人 他本來心情不好 我就說欸 強森一直不吃東西 我問他為什麼不吃 他就說我是巨石蠢 然後那一點就變好了 然後再跟他說 欸 如果你有九個哥的影片不會說話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老師 之類的 因為我在生活中有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人他說 誒 成為人我心情不好 我說好 那我給你講笑話 我別跟他講我 他心情就變好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 就幫助到很多人 他確實是悲傷 然後變得開心 我就覺得 而且很多人會私訊我可能知道 說什麼 其中考壓力好 但謝謝你救贖我 其中考壓力好 痛不止 謝謝你讓我很開心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很多 源源不絕的動力 讓我跟我的軍事 每天都一直討論 一直想笑話 然後這三年來 大家已經發了快兩千個笑話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在就是像剛剛洆湞說 我在那個 我第二年 就是我2013年的主將 我要辦一場笑話營 然後我當時的問題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想笑話的邏輯 是既然我可以學到 那我相信別人也可以學會 而這個台灣應該沒有人在教這個東西 我應該是第一個 所以我就是辦了我第一屆的台大笑話體驗營 那我這個營隊就是為期一天 然後我會教你們有理問課 我會解析笑話的邏輯 然後我會實作 會讓你們直接上台練習 所以我自己把生活中的給想個笑話 結果呢遇到中台 一個中度颱風 我是一個笑話 一場笑話吧 他是中台 就中度颱風 然後他直接就是命中到我辦的那一天 然後我就直接取消 因為所有的想法 那一天才有空 因為工人是我隨便找人 其實隨便找是 我很難 我很難才找得到工人 就是來幫我 因為我還有大筆遊戲 所以其實還蠻蠻廢 真的就是你們想像的原本 然後就是失敗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過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東西我不會丟到 因為我還是要把它辦出來 因為我東西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在隔壁的寒假 我還是把它辦出來了 就是 換了一個風格 但是還是爛爛的 反正就是我收了新台幣600塊 但是呢 我實際上呢 我找來了50個人 然後他們很多從中南部 從東部去這樣搭貨車搭 搭高鐵上來 我是超感動 因為我覺得怎麼會有人為我 要學笑話 就是從南部做火車 就在那邊來回 就是早上來回 然後晚上就走 然後 可是我為這個 已經稍微了1萬塊錢 因為當時我出了一本笑話策 所以我現在沒有寫到 就是我收了2010年的笑話 然後我當時就是我做了笑話策 就是我 反正我這些東西都是 因為我量一定要做大 我可以做笑 所以我就少了滿多錢 而且我請每個來幫我的公園 每一個人吃麻辣 也可能大概1萬多 所以我當時我有一陣夢想 其實我在7月份 我初到辦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暑假 我同學是邊吃到飽 把笑到在地上 所以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把它辦出來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我真的想要更多人學會怎麼講笑話 後來呢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你看到我裡面有一個人說 就是說 謝謝台下笑話體驗 然後我才會辦上的開心果 因為他們好像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剛剛要開學 就是寒假結束要開學 然後他覺得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沒有自棄的人 然後他就是透過這個笑話 他就是可以 至少會把我課堂上講 那三個詞的笑話 可以把它背起來 甚至他自己也有開始 又一起講笑話 這是我應對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其實人還滿多的對不對 因為家跟工人 大概有約70個人 對 好 再來呢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覺得一趴人改變就好 就是因為 你辦這個東西 或是你做一件事 其實有時候 你會想要影響很多人 可是不一定會 那麼多人都吃你這一套 因為現在聽到我笑話 就喔 所以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我不管有多少人 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要把它做出來 因為我希望就是 有人可以因為我這件事改變 事實上也有人 因為我這件事改變 所以我覺得 不管那個人數是多不好 也許就是只有一兩年 我可能知道 可是對我來說 這一趴人我去改變 我變得更有自信 對我來說多少好事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2014年 的股價的時候 我拍了一支MV 《王子與小妹》 那 這MV的一個截圖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因為它太長了 五六分鐘 我當時呢是想說 笑話能不能 不一樣的形式 去融入在 就是傳播之處 所以我就把笑話寫進歌詞 然後我就讓 我親和朋友幫我作曲 然後就找了台大的 所有的影片 唱作者 就和拍了一支MV 那這支MV在YouTube上 點位率其實也沒有很高 那一萬多 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重點是它證明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 其實你有一些文字的笑話 它不是只是 可能用文字的發表笑 它可以用圖片 可以用 可以用摄影去表達出來 而且當 反正就是我覺得 這支影片對我的意義也很大 因為就是我覺得 雖然我燒了兩萬 我又燒了兩萬 反正就很長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是小米跟小 就是歌詞也像我 小米跟小米愛情長毛多年後 就抽一支 小米有一天趴下來五歲一下 然後就六歲了 然後就變六歲了 因為它變強了 好你們就 反應不快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繼續講 然後後來在隔年的暑假 我做了一個APP 叫百三小米 我想做一個APP 但是兩件事情 導致我失敗 第一個是功能 因為當時我觀察到 FB沒有搜尋舊人的功能 就FB它只能去看最新的文 可是你常常在看一些網路的圖文 插畫家的時候 你其實會想要看到一些很 舊的以前也很好笑的東西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我要做一個APP 有點像美國一個APP 就是增加一個APP 就是反正就是把很多的搞笑的東西放上去 然後我是想找一個幾十人的團隊 然後大家都有這種講笑話欲望 就可以把他放回去 可是因為當時的功能 其實後來很多FB都出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那時候就沒有成功 然後團隊的話 就是因為當時我面臨要到北京交場 所以其實我沒有時間 就是好好地帶領大家 我去指派一個人 可是那個人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負責 就導致就是這件事情沒有成功 這個反正成就大概知道 然後就是我覺得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要做就要全做 所以如果你今天決定要做這個APP 你真的要做 你一定是要身先士足 你不可以就是 你說的裡面大大聲 可是你自己卻沒有操作 這樣沒有人會相信 你真的要把這件事做 像笑話音樂的時候 我就是每天就是每日每夜在做 然後 後來就六四個笑話秀 我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在今年的四月的時候 因為應邀到學弟妹的邀請 我就上台表演了 連續講六四個笑話 六月 對六月份的時候 對六六月份的時候 然後我就連續講六四個笑話 然後就是 他算是一個動態長的延伸 就是 我當年其實是在舞台上講笑話 去展現笑話的魅力 然後在這三四年過程中 我其實也沒有一直上台講笑話 但是 我在這個表演上 我就上台講笑話 然後 然後這件事上了新聞 然後造成很大的轉發 然後我粉絲 專業一個禮拜內 長了四萬多個女生 反正就是非常誇張 但是我就想講一件事 就是當成名的機會來臨時 你有沒有準備好 有時候你做一些努力 就是大家聽過那個故事嘛 砍一個素材 然後砍99下 都還沒斷 就砍100千都斷了 其實也許我們在之前做的那些 比如說笑話靈笑話MV 都是為了最後的這個表演 如果當時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去對笑話做研究 我相信我沒有勇氣站在台上 連續對大家講六四個笑話 還有內部感色 所以就是你們在做的事情 也許你們當下覺得很絕望 沒有人在支持我 可是今天有一個機會 因為沒有一個什麼哲學家說過 每一個人都有成名詞的那種機會嘛 我相信這個機會就是我 也許算是我的機會 因為我因為這件事的關係 後來有很多基金公司 找上我啊什麼什麼 就各種節目邀約什麼 我現在在爭所考慮中 但是就是至少它是一個很好的專業 然後這是我下一步 就是我要將我的粉專轉型了 要叫田老師 崔淳 韓教官 這個名字有點捨 但是這就是我 我的目的 然後我將會將我的笑話 用文字 圖片 動畫 影片 四種方式去呈現 那就是請大家敬禮其道 我們大概在七月底的時候 會正式把粉專大寶貼 跟公分照片都換上去 然後之後文字根一樣會保留 所以喜歡看文字根的人 都還是看得到 但是我會開始出現一些圖片 動畫跟影片的一個產自內容 然後我覺得想跟大家講的觀念 我覺得華人小孩的人生 就是像可能前面有個獎金講到 就是很多人都是常常就是賭書 包括我自己是很叛逆喔 我不是常常都喜歡賭書 然後我 可能就很多人都很喜歡賭書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爸爸會跟我們講點頭 然後就是賭書 然後就為了最有一個好的成績 可是其實都會發生到大學之後 會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到底你是要賺錢 然後就完成自己的理想 跟對社會理想 還是你是要從 你先完成自己的理想 跟對社會理想的時候 你再賺到錢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原則 就是如果你 你去評估你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的家庭是 真的很窮困 窮困到你現在不賺錢回去給他 他就會落落的話 你可能要先選擇 可是如果我覺得你自己的家境狀況是 你覺得你可以有夢想 有有氣 甚至靠打工 先去完成二的話 你可以先選擇二 因為我觀察到這世界上真正厲害的 成功的人 很多人都只是 執著在做他自己的理想的時候 錢就源源不斷的完了 我今天不是 因為談情當然很俗氣 但是我自己也在做笑話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轉型 如果我繼續做我自己樣片的話 可是因為我也要 我也知道這個夢想 必須要商業化 才有可能去實踐 如果要研底的話 所以我會去做轉型 這方便我之後可以去做一些 置入性行銷 或是一些廠商合作 對但是我去做的置入性行銷 包括我這次跟我私協公司合作 我也是在幫他打拷拷 可是影片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做第二個 就是先完成自己的理想 跟對社會的理想的時候 再去想到錢 雖然這個就比較現實 然後我希望大家最後一個講 大家記得就是小時候的勇氣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很煩 或很難過的時候 我都會想一件事 就是我小時候是怎麼樣子 但我小三小四的時候 我是個很調節小男生 但其實我那時候 從來沒有趴過什麼東西 我常常遇到一些挫折跟問題的時候 我都相信 我只要忍一下 我就會忍過去 可是其實到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發現有些事情 尤其是我現在面臨可能出社會的時候 我越來越會害怕一些事情 就是我越來越會害怕一些機會成本的選擇 然後我覺得 或是說 當我學會一些社會的規矩的時候 我甚至會覺得 你應該也要遵從這樣的規矩 才是邁進這個社會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 就不知道像我當時常常做相關的 做什麼事情 有時候是打破這個規矩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不要變成我們討論的大人 就是我們小時候都會討論的一些大人 我覺得它的事實 我覺得它是什麼 雖然說你在出社會的時候 確實這些東西對來是重要的 可是你可不可以從中間去走進自己的路 我覺得很重要的 然後就謝謝大家